今天就和大家說說東北的火坑究竟是怎樣的概念 我們看看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洞洞 這個洞洞其實是用來加材料進去 平時晚上這個位置我們要加柴 把柴放進去,這裡最主要是塞柴 大概是晚上7時後塞進去,燒著 然後整個床就會很暖 一開始7時多,如果你想睡覺 多數會睡在這裡 對,這裡的熱力剛剛傳到過來 沒有那麼熱,但晚上只要加一次柴火 加了一次柴火之後,熱力就會燒 燒到柴沒有了,晚上這個位置就會很冷 然後整個… 不過是這邊睡覺 這邊是晚上半夜,這邊是最暖的 火坑的東西就是… 東北一個不如有智慧的設計 但未必個人接受到 我自己覺得非常有創意 不要讓開啟動 其實要快一點 也是,那些人會用來,去吧 我們知道再說 睡覺 那邊